大家好 這支影片主要是要教大家 EtherCAD RW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主要是透過EtherCAD 以SDO的傳訊息的方式 去讀寫台達驅動器 這個就是這個指令的一些相關接角 第一個就是輸入這個台達驅動器的ID 帳號 然後再就是輸入這個Function Code 有分讀跟寫兩方面 然後接下來就輸入驅動器的index跟subindex 等一下稍後我會教大家怎麼去 轉換這個位置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長度 然後接下來就是讀寫放的區域 那首先關於這個 Function Code RW Code的這個輸入接角 有分成 讀跟寫兩部分 每個部分又分成 單筆跟多筆 這兩個部分 所以就可以看到 有讀一筆跟讀多筆 還有寫一筆跟寫多筆 還有寫一筆跟寫多筆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index跟subindex 這兩個變數呢 要注意特別注意一下 在程式宣告的時候必須要宣告成正頁的形態 那大概就這樣 那回到ispsoft這邊來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的一些相關輸入部分呢 可以在這邊 線上面 打 ECATRW 就會出來這個指令 然後再輸入一些 接角的 參數 那我這邊已經有輸入好了 所以就不用動 就把這個程式 下載 然後 不過 在執行這個指令之前 台達伺服驅動器 或者是避免器 一定要先經過初始化指令 所以一定在上面這邊 我們也要寫一個 INITC ETC 的這個指令 所以我們要執行 ETHRW之前 我們要先執行這個 初始化 好 這樣就初始化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執行 這個 ETHRW 那在執行之前呢 我先解釋一下 它這個 index 跟subindex 要怎麼轉換 好 關於這個轉換部分 有分成 ASDA驅動器跟 變明器 這兩種 那我們先看 驅動器的部分 好 那我們直接看範例 舉例來說就是 比如說今天有個 参數叫 P2 那首先 首先在位置的部分 第一個位數 就是固定是2 然後 中間的部分呢 中間這個位數 就是 P2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寫 P2的話這邊就寫2 然後 然後後面這兩個位數呢 就是 這個10 的16進制 所以 P2-10 轉換成位置的話 index 就是 220a 那我們再看 最後一個好了 那最後一個 比如說 P1-44 這個位置 這個參數 轉換的位置就是 第一個位置 一樣固定是2 然後 P1呢 就是這個1寫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將44轉換成16進制 就是2c 就寫在這邊 所以整個位置就是 212c 那這是index的部分 那subindex的話 就是固定是0 那這是 Asda驅動器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看 辨明器的部分 辨明器的算法又不一樣 那我們一樣直接來看範例 比如說 這個P10-15好了 要怎麼轉換 首先呢 在index的部分 第一個位數一樣固定是2 然後 接下來中間這個位數是0 那接下來就是 將P10 轉成16進制 變成 0a 所以最後面這兩個位數是0 0a 所以整個index的部分就是 200a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subindex的部分呢 subindex 就是將 後面這個15 轉換成16進制 變成0f 然後再加1 最後變成 0x10 16進制的10 16進制的10 那這個就是關於index跟subindex的轉換方法 那我這邊 rwcode寫0 的意思 的意思就是說我要讀一筆 讀一筆 那現在index 我現在給他輸入 比如說我們要讀取P1-44好了 那index的部分就是212c 那我們到這邊來 裝置監控的視窗來 這邊可以先開一個 裝置監控視窗 那我們在這邊點兩下 不是點兩下 按右鍵 然後這邊寫 選擇這個 選擇符號 然後這邊選擇p1-0 然後選擇這個變速 把它叫出來 那關於 剛剛有提到說 就subindex的部分 在台達 ASDA驅動器的固定是0 所以不用輸入 那這邊就是要輸入 212c 16禁字的 所以這邊按右鍵 改變現在字 16禁字的輸入方式就寫16禁 212c 好有數字 那接下來回到pou來 那長度我就讀一筆 那data就會放在 這個qq這個變數 所以我等一下再叫出來 好現在是0嘛 我們就直接執行這個e-secure 剛剛好 有沒有執行過初始化 有執行過初始化 好 有讀到值了 現在就是128 所以這個p1-44 就是電子齒輪比 這個內容就是 128 1-44就是電子齒輪比 好 那關於這個使用SDO的方式 這個指令呢 的教學到此告一段落 那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好